香港示威活动持续,暴力行为升级,让很多市民深受其苦。 49岁的香港茶餐厅服务员周晓东近日因对示威者举美国、日本国旗行为提出质疑而遭到殴打,险些丧命。 9月23日,多个团体代表一同慰问周晓东,并对示威中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。 9月15日,刚刚收贡的周晓东暂番在附近遇到游行示威者, 看到他们手中的外国国旗,周晓东感到很生气。 数十名黑衣蒙灭示威者把周晓东围住,全打脚踢, 并以金属棍殴打,令他一度失去意识。 随后,打人者一哄而散,昏迷的周晓东被救护人员送往医院,一度传出命危, 幸而抢救回来,脱离生命危险。 捡回一条命的他受伤严重,门牙被打落,嘴唇肿胀, 颧骨瘀伤,左边肋骨瘀伤,双膝受损。 时隔多日依然在养伤,生气也受到影响。 但周晓东表示,不会后悔当时发生。 当天,来自香港美洲社团总会、民建联、工联会、 饮食业职工总会等团体的代表对周晓东表示慰问, 对其勇于发生的爱国行为表示尊重和骄傲。 民建联东区区议员颜尊联表示, 周先生在整监室里面表现得非常英勇, 他代表民建联送上慰问,祝愿周先生早日康复。 周先生在整件事来说表现得非常之英勇, 在这里代表文建联对周先生这种精神表示充心的敬佩, 也都是表示充心的慰问。 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。